我現在跟著說是舊文,不過那個理解還對用,所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發表在香港01,發表日期是2019年9月30日,離開現在三個月又多了 題目是示威浪潮的心聲,幼稚園的黃絲和景嫂教師,為教育下一代互相體諒 內文是這麼寫的,警察、消防員、醫生大概在幼稚園中,萬年不變的教學內容 但一位詩老師接受香港01訪問士就直接說,任教學學校中的教師之間有共識 本年度會避免談警察兩個字,最多只會介紹制服,或者會有人覺得這是斬腳趾被沙腫 但在這個撕裂大時代是無奈的現實 畢竟面對警民衝突不斷,誰是誰非 兩言三語道明更不可能 放下這些東西給這麼年輕的小孩自行判斷衝擊的因誘 施老師蓋太和學童的家庭背景多元,來自不同的政治江譜 在這個政見壁裏分明的撕裂時代,為免學校或者教師捲入政治的爭拗 一眾的教師,不分個人的政見是黃還是藍,均認為 學校應該暫時抽起和警察有關的教學內容,以展示 只是展示警察制服和圖片,由學生簡單的認識 施老師無奈的話,只好完全避開談警察這個職業 職責工作範圍都不提,只是介紹警察的制服樣式 幸好這教學都仍然可以維持一個教育的主義守則 不將自己教師個人的政治成見帶入到學校裏面 但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個已經是有了政治成見在這裏 怎樣說呢?因為你覺得這個教師覺得現在的警察都不對 所以你完全避開誤談那些對的警察,你認為應該做些什麼的事 而不將一個正確的觀念灌輸給學生 而這件事,歷來也都在你們的課程中包括在內 那你就已經是有一個政治取態了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說一個警察正確的 你認為現在警察所不對,不要緊 也仍然可以說一個警察正確的工作職責 除暴安良,負責維持秩序等等等等 好好地,好像介紹其他行業 比如消防員,醫生,護士等等 正正確確將警察的職責 權力全部解釋清楚給兒童 而要避開 為什麼你不可以維持一個完全中立的態度 是沒有這件事發生之前的中立態度 好好地 將你的課程教得清清楚楚 這個才是專業 現在你斬腳趾避沙寵 這個是避沙寵 真的不是專業 真的專業 可以放下你自己的偏見 去好好地教好這個科目 另外他提到 反修例之中 黑警、反修例人士 以黑警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為什麼呢? 他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721 一個是831 他說警察無盡到他們已經有責任 721為何不救人 軍裝警察看到就掉頭走 但現在四位都有警察 很難不懷疑他人手不足的解釋 831他們簡直是無差別打人 太不合理了 這件事反映出另一個現實 就是一個謊言 無論他說幾千萬次 都仍然是一個謊言 但是 但是 當沒有足夠的反對聲音的話 那些人會慢慢慢慢相信這個謊言 今天就是這件事 721那晚發生很多事 但是那些人只是集中在元朗的地鐵站上面發生的事 831警察進去太子站執行職務 是要捕捉一些 剛剛在地鐵站沒多久之前 攻擊其他市民的暴徒 當然要用武力 但是 你解釋幾千次都好 那些人仍然是相信 因為 一個謊言 講得多 而反對聲音不夠大的話 就會變成是真的 不是變成真的 對不起 是被人相信 因為很多人 是寧願相信 謊言 都不肯去深究 找個真相 這是一個悲哀 來的 去到今天的社會 大家資訊這麼發達 其實是可以 有能力 找到真確的事實 然後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但是你不能做 沒辦法 拜拜